加忙開店 燈卻不敢全都開 畢竟電費壓力已經讓他們喘不過氣 現在又傳出不排除要漲電價 電家直呼 吃不消 不管是冰箱啊 還是冷氣 那甚至只要有營業就會開燈 那這些其實都是電費的來源 大概5%內吧 對啊 太高也不好 受到二屋戰爭影響 國際能源成本上漲 台電近兩年累計虧損高達5460億元 即便有500億特別預算和1500億增資 仍無法補足缺口 因此經濟部將在3月初 召開電價審議委員會 討論4到9院電價 恐難黨調漲壓力 800到1000左右 希望不要漲太多 省一點吧 不要再亂開電了 民眾希望動漲 不過工商界做好準備 商總理事長許舒伯就主張 漲幅不宜過大 其實攤開各國電價比較 2021年我國住宅和工業電價 都是全球第四低 而這兩年各國電價狂漲 英國工業和住宅電價漲幅高達70% 法國一度傳出飆漲10倍 後續現漲15% 義大利 德國等歐洲各國 電價也都突破新高 美國分別漲19%和34% 日本漲3成和5成 鄰近韓國漲2成和2成7% 相比之下台灣只在工業漲15% 民生更只漲2% 政府努力平穩電價中 民生的用戶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漲電價 那這個就是讓我們的這個民生的穩定 非常有幫助 所以電價的決定的過程當中呢 穩定民生物價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考量 是否動漲 成見人不鬆口 傳出可能朝向 民生部長只針對工業和用電大戶調整 政府努力平穩電價物價 只判降低對民眾衝突